社群的部分 大家最常用就是Facebook 可是Facebook常常會有很多所謂的應用程序 應用程序他就會要求你 不管是玩遊戲還是玩什麼心理測驗 一堆 然後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用了一個是你老是收到很多訊息 很討厭 所以各位呢 您可以進到您的Facebook裡面來看看 你就會發現說 哇 這個是可以設定 他也可以一樣設定兩階段認證 這個是什麼 就是那個叫做 將制的認證 錯了 比較少在這檔案 好 沒關係 我打換那些環底各位 您先登錄一下 先不管這些 您看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帳號設定 對不對 您可以從這邊進來 這些都沒有問題 但是 這裡有一個叫做帳號保安 有沒有 點進來 您可以看待我現在有啟用兩個部分 應該說三個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安全瀏覽 這個有啟用 再來叫登錄通知 登錄許可 我這邊都有做 都有做 那什麼叫做安全瀏覽 可能老師平常沒有特別注意 我們一般在看網站的時候 它上面是不是都叫HTTP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後面有叫一個S 表示什麼 安全的 那這種東西我們稱作 SSL的加密 也就是說 在網路之間交談的過程 就是它中間是有加密的 你今天這個沒有加密的話 其實 你會有人去擷取這個風包 尤其老師一般很多人喜歡在外面 在無線上網 有沒有 假設你沒有加密的 你的密碼是明碼 比如你如果把那個風包抓下來 就好像你看到人家所謂的確訊 有沒有 確訊那個意思一樣 你講的我就知道了 對不對 所以有用這個是第一道安全 它可以確保說你中間交換的過程是有加密的 好 第二個叫登錄通知 你看 如果有啟用電子郵件跟簡訊 假設我今天用的是學校的電腦 那這台電腦是個公用電腦 那這個時候 如果有人知道有帳號密碼 登錄的時候 那我就會收到一張信 說我在什麼張志 什麼時間 有用什麼電腦登錄 我就可以確認一下說 可以當幾個 對不對 好 萬一不是我 那你可能就要小心了 可能別人知道你的帳號密碼 對不對 好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登錄許可 這個一樣 我今天要登錄Facebook的時候 如果這個裝置不是有認可的 會跟我們剛剛Gmail一樣 會收到一封認可的那個簡訊 你要把那個訊息打進去 好 因為Facebook上說真的影子的東西更多 你看照片跟朋友之間的訊息很多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來看一下這裡 這個啟用應該比較沒問題 就打個勾而已 有沒有 好 那您看這個登錄通知 你看編輯 他有問你 所以你是要拿兩手通知的方式 就是預設計 如果各位老師沒有經過所謂的手機認證 那他只有電子郵件這個選項 這電子郵件這個選項 裡面有一個手機的認 欸 在這邊 不見了 在這邊 你從這邊進去之後可以編輯自己的資料 這樣您大概了解嗎 好 我想您老師先找到這個地方好不好 上他這邊 那等一下 您先試看看把這個啟用起來 我把畫面先黃著您 現在那個手機的話 在手機板這裡有沒有 有一個號碼 那如果沒有收到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邊打入那個 好 就是 你註冊帳號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啟動簡訊服務 那 這裡 原則讓你增加一個之後 他會傳一個簡訊給你 好 那你就可以射進去 這樣的話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 這個是帳號本身的安全 當然還有一個比較重要就是 應用層次的授權 也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你上面有太多的遊戲 遊戲 測驗 線上測驗之類的 會去偷你的帳號裡面的資料 或者你的朋友的訊息 那怎麼辦呢 您可以到這個應用層次這邊來看看 你看我現在所做的 我只有授權四個有沒有 如果 你一段時間就要進來看一下 為什麼 因為有些你根本就不玩了 幹嘛把你的個人資料 朋友資料都收到外面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 如果這個 如果確定都沒有在用 我就把它刪掉 有空就多讓一下 這樣子可以避免 你有一些資料 會怎麼樣 就留在外面 減少 當然其實這四個本身 就有在賣一些貨資 我覺得賣就是他跟那些應用廠商 本來之間就有一些 那個 所以你會收到一定會 只是說 這個是給你多一點點主控的機會 但是 沒有賣完全避免 可是至少可以減少 可以減少 我相信 如果您比較常在玩的 可能這裡面有一堆 您可以再回看看 您看這個裡面的內容 有沒有 它可以存取哪些東西 有沒有 甚至 你看 以你的名義發表貼文 有沒有 用你的名字 對不對 明明就不是你 可是他可以用你的名字去貼 所以 你就不見得這個覺得OK 所以 這個是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真的可以試看看 像這個 指線本能 這樣是比較安全 對不對 但是他的預設子都不是這個 他的預設子真的都不是他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怎麼說 我們 再用這裡 像這個我就有設過 就沒有問題 像這個 像這個我就不確定 這個我就把它關掉 指線本能 這樣我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 所以其實助力老師 您可以 一定要進來這邊看一下 你有在玩Facebook的 這個 資訊很容易就會出去的